家屋整個結構都做完以後 我們要開始蓋這個屋頂 屋頂我們就是用五階碼跟白碼這樣來使用 那我們蓋的時候都是從底下蓋上去 你如果底下周圍還要修的話 你可以給它鋪下去一點沒關係 然後後面給它修平 那茅草要蓋上去的時候 那要注意到就是你從底下這樣一層一層的給它壓上去 那一把一把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到水流順的問題 所以茅草那個頭都朝同一個方向 這樣水才會流得比較順 到中間的部分 因為那最後幾乎都是茅草梗 這茅草梗就比較沒有遮夷的效果 所以最後面我們再加白碼草 最主要是遮夷的效果更好 這樣的話我們茅草就可以撐得更久